有效的病 - 悶病 每一份啊 这个一个钟头啊 他就要去吃饭去 那么所以在我讲 已经讲两个钟头啊 他中间必须要去吃东西 那么他这个病 已经有两三年了 中医新医治也治不好 治不好呢 那么就 他就这么样子 继续下去啊 有一次我到大宇山 12月14这一天 我从大宇山回来啊 这个有病的人就说 师父我肚子里有人会说话了 我就问他 你肚子里有人什么人说话 说什么话 他说我今天一早去呀 用这个饿米粉 煎的这个薄仓 就是煎这个饼 饿米饼 我吃的时候啊 肚子里头就告诉我 叔叔 我们终于吃个底 因为他是广东人呢 所以我不欢喜吃这个 那么这个人就说 你不欢喜吃这个吃什么 吃饱了就得了吗 他就对他这么说 肚子里也就没有声声音了 没有声音 于是乎嘛 我就对他说 我说你今天晚间呢 回去 临睡觉以前 你是在 你的佛堂上一支箱 上一支箱啊 你看看有什么 有什么情形发现 那么这个病人呢 他已经六十多岁了 他回去晚上呢 就上了一支箱 他自己就睁着眼睛 看见呢 韦特菩萨就来了 韦特菩萨来了 拿着什么东西呢 拿着这么一碗面 这一碗面条子啊 放到他前边 从他肚里就走出来 三个小孩子 这三个小孩子啊 有的四五岁 有的五六岁的 这么大的小孩子 都是白白胖胖的 那么就 睁着来吃这个面 吃这个面呢 看见韦特菩萨 就把他们三个耳朵 都给拎起来 就把三个小孩子 都给拎跑了 拎走了 拎走了之后 这个有病的病人呢 就嚼到肚子里头 什么都没有了 空了 空了 从此之后嘛 这个病 恶病就好了 为什么他得 这个这种病呢 这就因为 这个人在前生啊 也遇到 有这个病的人 有这个病的人呢 也是有人 给他把这个病治好了 他就说 他说 我才不相信这个呢 岂有此理 恶病 肚子里会有小孩子 他不相信 因为他不相信 所以今生呢 他也就亲身 得这个病 来试一试 叫看他自己相信不相信 所以啊 这个人说话 是很 不可以随便呢 乱讲乱说的 要谨言慎情 要小心一点 谢谢师父 那 最近呢 师父都是跟我们谈 他过去所发生的一些事情 那以后我们有机会 还会请师父继续谈下去 谢谢各位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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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